台南 17號晚上10點多 民眾在國道台南路段目睹 前方這輛自銷客居然沒有玻璃 後擋風玻璃整片不見 被調侃肯定很通風 後保險桿掛在車尾搖搖欲墜 整輛車破爛到 彷彿剛被撞過 讓人傻眼 你講得好嗎 車都嚴重破損了 還緊貼著前方白車 長按喇叭一路狂逼車 按喇叭還不夠 駕駛用大燈狂閃 但白車就是無動於衷 讓人懷疑双方是不是有行車糾紛 蓄意逼車講近一分鐘 恐怕遭罰最高三萬六千元罰還 尾垂前方白色車輛 並對其明暗喇叭及連續閃大燈 雙方狀況不明 警方調閱車牌追查 已經通知駕駛道案說明 但不管是車禍還是有恩怨 開著沒玻璃又被撞爛的車子上路 真的拿命開玩笑 接著來管章 台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及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及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